今年64岁的演员张琼兹,早期从模特出道,一脚踏进演艺圈后,戏约不断,即便婚后淡出荧光幕十年,都不曾被观众淡忘。 而她的婚姻生活也细如人生,2003年和健身教练潘若迪爆出车震事件,让老公郭泰元大怒,婚姻岌岌可危。 张琼兹外形娇好,身材高挑,以模特出道,后姻缘踏入戏剧圈,演出女人四十一只花,家等多部戏剧作品,成为八点档当家花旦,1993年与东方特快车郭泰元结婚,成为异界,体谈一大家话,婚后她就吸引,随着老公到日本,专心相夫教子,当个闲内主,还在老公患恶性肝肿瘤后,悉心照顾她复原,成为表帅。 未料,2003年张琼兹被拍到和健身教练潘若迪速度出游,还在南方车里逆会80分钟,轿车还不明原因晃动,车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郭泰元还因此离家出走,还考虑离婚,后来因为孩子,夫妻俩重修就好,感情也更加坚固,陪着老公走过风风雨雨,这次经典赛,见郭泰元被骂,他也安慰他,辛苦了,快回家,我们都在。 而之前他受访也曾透露,与另一半相处方式各自为正,不会过问对方工作的事,彼此留点距离,空间,不是比较浪漫。 即使老公复日工作,两人也会用APP软件关心彼此,且郭泰元私底下烧得一手好菜,全家人的胃都被他收服。 夫妻俩的大女儿郭思瑜更遗传父母好基因,美貌和细胞都很出色,一家人走过风波,显更加幸福和乐。 从模特儿,女主角到妈妈演员,张琼兹一直很有观众缘,他不隐藏年纪,也不刻意美化婚姻状态,还自嘲拍戏一定最早到,是因为家庭不温暖啊。 哈哈,走过人生低潮与风暴,张琼兹一路照顾曾离癌的中华职棒郭总郭泰元,也带大两个女儿,变得更从容自信。 身高170的张琼兹很早就出道当模特儿,有着老天爷赏饭吃的外在条件,他早期的演艺事业十分顺遂。 没有刻意去找过工作,第一次演戏就当女主角,即使一直被外界批评,没有演技,只是漂亮的花瓶,但戏约不断, 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认得他。张琼兹在35岁那年决定嫁给郭泰元,这也表示他得跟着在日本职棒新舞队当投手的先生,离开台湾,住在一点都不繁华的郊区奇遇县,放弃演艺事业,当一位单纯的家庭主妇。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啊,结婚就是要这样,当时觉得该走入家庭的张琼兹并不眷恋明星光环,安安分分等着郭泰元打完每一个球技回家。 可是这样的生活不无聊吗?张琼兹笑着说,在日本没人认识我,多快乐啊!后来想想,没事做也不行,干脆就利用眷属搭西武池带线火车不用钱的优待。 每天坐火车到处去玩,一天内往返的地方都可以去,可能到某一个公园走走,或吃个车站附近的拉面,满鱼饭,都很有意思啊。 这样的日子也过了四年,直到大女儿出生,郭泰元宣布从日本职棒界隐退,全家才搬回台湾。 回来了,她又再度成为众人关切的明星,重新站回舞台,但这个名人家庭却接二连三遭逢不同的挑战。 先是张琼兹自己爆出婚外情新闻,在面对先生不谅解婚姻关系跌入谷底时,接着是郭泰元身体出状况,因过劳爆发肝癌。 接着在担任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城棒总教练回国后,又被检查出得了下咽癌,必须进行手术和一连串的化疗。 看似娇弱的张琼兹,在挽回婚姻的同时,还肩负起照顾先生和两个女儿的责任,又要拍戏稳住家中经济,等于一个人当两,三个人在用。 张琼兹还记得,当时两个女儿念小学,她请了管家安排接送,彻夜赶拍八点当戏码之后,和孩子们约好在校门口见,她带着三份早餐,母女就在车上享受短暂的亲子相聚,然后两姐妹上学去,她再回家补眠,晚上又去拍戏,这样日夜颠倒的日子过了至少一年。 一生纵横球场,硬汉形象的郭太元,怕她累坏,手术后第二天就坚强地站起来,明明伤口很痛,但从不吭声,只是一直默默按着止痛剂的控制钮,但时间没到,不会自动给药,她就忍着痛,还说没事没事,要张琼兹赶紧回家去休息。 患难见真情,郭家四口就这样一路走过风雨,目前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 张琼兹说,我不是为了孩子才留住婚姻,我没那么伟大,是真心觉得,不会再找到比她更适合我的人了。 两人的专业领域不同,但都给予对方极大的自由空间,这是生性浪漫的张琼兹觉得最理想的状态。 有趣的是,两个女儿从小跟着活在美光灯下,但最怕学校的家长日来到,因为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参加,都会引起学校里的一阵骚动,没人不认识这对夫妻当。 女儿们总是拜托张琼兹不要出现,但是这怎么行,我当然还是要去啊。 张琼兹不为所动地这样说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有一次台湾女演员张琼兹在台中拍摄新剧,在搭车赶往片场后,下车的瞬间一脚踩空,突然晕倒,被工作人员送进医院抢救。 送去医院才知道原来张琼兹是因心脏问题倒下的,2019年时他就因为心脏疾病做过一次手术,现在入院检查晕倒原因。 光看身材,谁都想不到张琼兹已经64岁了,更看不出来他曾被心脏疾病困扰过。 平时的他很喜欢运动,并且常年保持着这种习惯。 这一点和同样有心脏疾病的刘真很像,他是在去年肠胃镜例行检查时被意外发现心脏疾病的,后来便做了心脏手术。 在得知刘真因心脏疾病而并未住院后,张琼兹还在自己的社交动态上发布了一条动态,鼓励刘真夫妇。 发布的动态上只有一张图片,上面写着,刘真加油,新龙加油。 谁知没多久,自己就病倒了。 在第一次心脏手术后,张琼兹一直都保养自己,按时吃药,观察身体状况。 结果还是发生了意外。 张琼兹的两个女儿得到母亲入院的消息后便赶到医院。 后来医生告诉家属是心脏疾病导致的晕眩突发所致。 入院就医后,张琼兹已无大碍,不过需要再做一次心脏手术。 因现在情况特殊,张琼兹选择延后手术。 同样患有心脏疾病的台湾艺人很多,此前台湾歌手黄安也因心肌梗塞,进行了心脏手术。 习惯了不管在台湾的哪个角落,都有人认出他,张琼兹不会抗拒出门, 还是和一般人一样搭捷运,上市场吃米粉汤。 但他也知道随时可能被偷拍,所以我都尽量吃得优雅一点,或是面对着墙壁吃哈哈。 采访过程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,张琼兹算是非常亲切好接近的艺人, 但他的自我要求还是非常严格,像是多年持续不间断的健身维持纤细腰身, 也像是中餐只吃两颗白煮蛋就够,出门一定化好妆,总不能让人看见我脸上的斑啊。 他再度诚实说出自己的照门,身为女演员,似乎最怕年纪这个关卡, 但张琼兹也发现随着年龄增长,当了妈妈。 虽然无法再当第一女主角,却有个意外的收获, 就是观众不再那么注意她的脸蛋之后, 自己在演技上的努力终于有机会被看见, 因此很多人形容她演戏开窍了, 慢慢摆脱花瓶的刻板印象,戏路也就遇见宽广开阔。 郭家大女儿长得清秀可人, 有意跟着妈妈走上演艺之路,张琼兹虽不反对, 但特别提醒孩子的是,人生不能只有演戏这个专长, 像我自己旧事,别的什么都不会, 如果有一天这工作没了,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。 她要求女儿一定要有双主修, 而且要从剧场基本功练起, 因为时代不同了, 不会再有一开始就当女主角的事发生。 正因为明白自己很幸运, 如今的张琼兹更懂得感恩, 多了这许多人生磨练的她, 诠释起各种角色中的爱恨情仇, 更能把自己融入其中。 如今车阵事件已过十余年, 张琼兹成功挽回丈夫的心, 如今结婚二十几年,感情仍甜蜜, 走过风风雨雨, 相信两人的感情更稳固了, 一起祝福他们吧。